词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为何会流落至此呢 姑娘 你不要害怕 告诉我们你家在哪里 等你好些了便送你回去好吗 我 我不记得了 怎么会连自己的家都不记得呢 你的父母亲人呢 不记得 是不记得 还是不想说 那你总不至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吧 我 我叫霓裳 一听就是她编出来的名字 妹妹 小姑娘 这云娘 是淮州城远近闻名的制衣教席 这里是她的教方 若是她肯收留你 那可是你的福气啊 还不快好生把握机会 快去呀 师父 求您收我为徒 学刺绣成衣 非心思灵巧 细腻者不能成气候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此自制 有无自制我并不知道 我想学本事 做一名成功的女生 你这丫头 口气大得很哪 方才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现在想起来了吗 我的父母和家人皆已顽固 我孤苦伶仃无处可去 赵大哥 大嫂 你们还是把她带走吗 既然她这么想留下来 不如你看看再说 大嫂 您别为难我了 这孩子心眼多的事 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云锦庄是学医的地方 不敢招惹这样的人 求求您 就让我留下来吧 我这云锦庄虽小 却也不是谁想留都能留下来的 前院又五口大水缸 明日一早 你若将这水缸灌满 我便收下你 若是怕吃苦 那就趁早回家 好 一言为定 看这身子骨 也是娇生挂养出来的 量她也吃不了果 云妹妹啊 这可确实有点难为她吧 你这何必呢 看什么看 快回去 走啊 小心 小心 水都洒得差不多了 你这样下去是挑不满的 我来帮你吧 我叫程天 你要拜师学医的师父是我娘 你这样是挑不满的 你不如好好去跟我娘求个球 你真的不用我帮你啊 我叫程天 你要拜师学医的师父是我娘 没事吧 猫猫躁躁 下话注意点 我说没事就没事了 爹 娘 哥哥 我一定要留在云禁庄 为你们报仇 我要先活下来 要想活下来 就要去学活下来的本事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不要 来 爹 是 小声 相思无处 眉头锁出 深秋寒冬 一杯擦去 落山树无尽 这一夜的水啊 算是白挑了 你真傻 我要是它我早不挑 明知道自己做不到的事 非要去做 可怜啊 那不是可怜 是要强 是有恒心 我看的 它比你们谁都强 成天就是这点好啊 总能发现别人的场合是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为何拿我们跟它比的 就是 且不说我们 单说文秀 样貌 学识 手艺 岂有和那野丫头相比的道理 金柴说得对 就那丫头成家小户破了样 怎么配跟文秀姐比 成天不如这个意思 你别误了 我说你们两个小跟爸 想必颜大小姐平日的好处没白呢 瞧这户不户的 瞧你 以后少跟他们这种人在一起 当心学坏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没这种人呀 我没这种人呀 是啊 我们 下雨了 快走 快走 快 吃吃 你这孩子 莫不是跳了一月的水 可是天都已经亮了 水还没有灌吗 算了 雨月下月大 走吧 先避避云 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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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为难 快走 快走 这边 这是我 好大的雨 早就告诉你了 一个人不可能把几口大缸装满的 水缸并未挑马 依照你我的约定 你可以走了 妹妹 大嫂 你别劝我了 云锦庄是个讲诚信的地方 不能坏的规矩 你跟赵大人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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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水都满了 是 这可不作数啊 是雨水灌满了水糕 又不是你灌的 可是您昨日并未说 如何灌满才作数 妹妹 这是天意啊 既然老天爷都这么帮她 你就让她留下来吧 云妹妹 这丫头聪明伶俐 有毅力 有决心 这不正是云锦庄 需要的人吗 师父 您就收下我吧 我霓裳对天发誓 我绝对不会辜负赵大人 赵夫人 还有您的救命之恩 再造之意 师父 您就收下我吧 就收下她吧 妹妹 是啊 就收下她吧 既如此 那就留下吧 谢谢师父 来 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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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真是吉时雨啊 二老爷 这你说什么 沈兄弟 不是说在外边等吗 我跟冬家正在商量啊 老不须再商量 甚至你家全办成了 我大哥的命也丢了 这倒不是先前说好的价钱 沈蓝兄弟 你兄弟二人为我苏某办事 贵兄不想云烂 苏某也身感挨痛啊 这样吧 按先前说好的价钱 再加五十两 一味夫婿 你觉得如何呀 五十两 老毕夫 我大哥的命就只五十两 你信不信老子也倒下去 你的小女可求 是啊 兄弟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啊 兄弟 那你要多少啊 取钱说好的价钱 再加上我大哥的命 五百两 如果没有五百两 我今日就不出这个了 五百两 我哪来的五百两给你啊 老铁 五百两还嫌贵 这可是我大哥的一条人命 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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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银片取来 去呀 好好好 瞧你这怂相 竟还有买凶杀人的胆 妈妈 老老爷呢 沈兄弟 银票拿来了 那事儿 你可得烂在肚子里呀 出去的话 对你我可都没有好处啊 我烂命一条 没什么话的 不过 看在五百两银子的份上 我自会替苏老板 保守命 二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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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这都歪了 这么重啊 你还没我昨天绣得好呢 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快算了吧你 不给你 给我 不给 慢点慢点 好批吗 好批好批 要不我帮你 不用不用我可以 没事 梅姨您去忙吧 好的好的 慢点啊 好嘞 好批好批好 刺绣的终法 除了传统的变绣以外 还有平绣 打点绣 云俭绣 其中云俭绣 又称退运绣 可以利用深浅变化的不同 令色彩更加地丰满和富贵 你这个手 要再立起来一点 对 第一批要从边上起着 边口一定要起着 第二批在第一批的中间部分落针 要与第一批流出一线空隙 第三批需转入第一批尾固一离续 然后流出第四批针的空隙 要 要 以此雷腿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承天 你干什么呢 霓裳 你怎么在这儿 厨房的活干完了吗 还不快出去 诺 程天啊 你可真是傻 多管闲事 对对对 我觉得你说的也对 文秀 你看那是什么 什么呀 天哪 我 我刚说好的 你给我画了一笔 这怎么回事啊 这谁弄的呀这么不小心 你赔我 关我什么事啊 给我画了一笔你赔我呀 我没呀 干什么呢 师父 你们二人扰乱秩序 都出去罚站 师父 是程天 还不出去 还不出去 女个人 程天 别发炸了 是不是已经走了 程天 你之后不是让我们罚战吗 你去哪儿啊 罚战 罚战 以前呀 我总觉得咱们云锦庄 没有正儿八经的美人 深以为憾 现如今 总算是来了一个 你说的美人是谁啊 是他吗 当然啊 难不成是你啊 你 想进来就进来 偷偷摸摸地做什么 娘 什么事啊 你的手 你这一样 你让他说 我最后跟他都估计了 你怎么说 这你怎么可能 她是她的 それは一样的 我看你这么做 就还是有个好意 我看你家人 他才是 不想你去抹育 这就是我觉得 他是他 我看你 他这个 她的 叫你 他真的 他从来不是势力之人 一场无父无母 孤身一人投靠到咱们这儿 咱们就应该对他多加贯照才是 他无依无靠 我便给他个容身之处 可是他连自己适合来历 都要闭口不谈 我不要叫他这样的徒弟 好了 时候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娘 出去把门给我关上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可这布颜色都调成这样了 可这布颜色都调成这样了 我们也没法用啊 我们也没法用啊 我不管 你得给我退银子 你得给我退银子 不行不行 这我可做不了主啊 我 明明是你们染色有问题 这才几天啊 颜色都调成这样了 这种东西 你也好意思拿来交货 不对是吧 走 那我找你们长过去 别别别 什么别 走走走 这批布是我负责的 你必须给我退 如果被老板知道 我可是要挨骂的 那也不行 行行好吧 别别别去找老板 行行好吧 这批布您拿回来后 放在何处保管的 你问这干啥 我这会儿忙着呢 没空搭理你 你走走走 你快点 好 梅姨 您就告诉我吧 这批布您到底放在哪儿 库房都放满了 我呢就把这批布 放在我房间的衣柜里 你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 布匹交给你的时候 明明是好好的 你是怎么保管的 你还赖到我头上了 是不是 布匹放在衣柜里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怎么了 你这人还不讲理呢 你退银子 我没法退 你必须退我银子 走走走 怎么就没法退了 该不会是你自己 私吞了银子 用那些劣质的染料 来晃动我 是不是 走 找你这个人 怎么肯炫口费人呢 走 这不交给你的时候 明明是好好的 还是我有什么关系 别吵了 你们别吵了 我知道这块 不为什么会脱色了 您的衣柜在哪儿 在这儿 衣柜里放尘香 熏香除虫 梅姨 伙姨 伙姨送来的布匹 是用红花丙剑乌煤水 再用碱水盛彻数次 或是用稻稿灰 代替碱水染灸而成 而红花醉迹沉饰而香 放在一起存放的花 不过几日 这布匹 会顺着这香气的灰 发而败色 所以 梅姨 您错怪这位伙计了 我就说嘛 这好好的布匹 怎么会褪色呢 要不是这位姑娘 我可真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原来啊 是我惹的祸 不好意思啊 冤枉你了 我呀 心直口快 说话不中听 你呀 就别跟我 一般见识了 算了 算了 这么多皮布都败了色 可怎么办呢 梅姨 您别担心 我有办法 走 走 走 看看去 霓裳 你这是在做什么 您等会儿就知道了 您看 本来掉色就很严重了 您可别 梅姨 您放心 我一定能让这块布的颜色变回来 你 你可别乱来啊 这要是弄坏了 就越发不好收拾了 是啊霓裳 您可别乱来 就是啊 我相信霓裳 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 程天说得对 我也相信霓裳 我相信霓裳 怎么听见钱呢 我相信霓裳 这种太阳子 commission了 我相信霓裳 你不见不见了 对吧 我相信霓裳 好帅 原本就是用碱水逃乘而出 所以我想只需加入碱水 不比本色便可恢复 你可给我解决了大麻烦了 你这都是从哪儿学的 是师父之前在课上提到过 我端茶进去的时候 不小心偷听到一点 原来是师父教过的呀 看来认真听讲的人啊 可没几个 师父让你打杂 可品确定 依我看啊 你比他们哪可强多了 梅姨 您这可就是说下来 等等我 姐妹们都是学过好几年的 我连门槛都还没有入 哪里受得起这样的话 你受得起 你们还站着干吗 该干吗干吗去 嗯 袁大人 这就是苏家的绸布庄 京城现在大多的绸缎商户 都是苏家的夏家 做的呢 也都是苏家夏等布料的批发 生意如何 有缘大人照应 那生意自然是很好 杨大人 里边请 到处都检查妥的 这个也特别试错啊 不知袁大人光临必赦 小的有失原因 还望大人检谅 苏老板言重了 大人请 苏老板 我们袁大人此次前来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就是想看一看账本 大人何必亲自跑这一趟 若是想要什么 知会一声便客 想人送去便是 二叔 这个账户怎么算也算不清楚 您帮我看一下吧 忙忙撞撞成何体统了 没看见我再会客了 快点出去 苏老板 这位就是苏家大公子了吧 怎么也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在下苏文宇见过二位大人 二位大人若是有要事 与二叔相伤 孩儿便不必讨饶 先行告退 大人 大人 小人知罪 小侄不懂礼数 冲撞了大人 还望大人见谅 不碍事 苏老板 快快起来吧 苏老板 方才看见你们苏家 在城南 又开了好多家的新店铺 苏老板的生意 真是越做越好了呀 那这往后的份额 是不是也该提一提呢 大人说得是 夏管家 去选几匹上好的布料 送到袁大人与高大人府上 诺 二老爷 诺 二老爷 那就有劳苏老板吧 恭送袁大人 苏老板 记得把账本 好 好 好 二老爷 他们现在的胃口 越来越大了 咱们的账快点不远了 那有什么办法啊 毕竟咱们以后 还要养证他们 好 哼 这叫游戏 这叫游戏 霓裳 师父 有什么吩咐吗 明日来和大家一起上课吧 难道你想一辈子干杂活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恭喜 总监 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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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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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乡 原乡 师父 再睡觉出去罚站 你赶紧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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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一点都不好吃 霓裳 这边 别人 你来吧 没事啊 都自己人 我来吧 你们教教他 你拿着啊 整一下 好 干什么 原乡 但这配色还是差了些 怎么每次都用紫色 是何缘由 因为我爱吃茄子 你笑什么呀 这次先给你过了 下次不许偷懒啊 诺 师父 师父 这是我的修品 文秀 你最近是不是在有意模仿 淮州陵渊芳的秀法 师父 我家世代从事制造 来这里之前 父母特地叮嘱我 要采集众家之长 不可止学单一的技法 师父如若不悦 文秀下次不会了 不 你的想法很好 采集众家之长 确实有这个必要 但在此之前 要先把基本功打好 否则 再兴起的秀法 也是无法驾驭的 只能靠东穴一下 西挖一下 反而丢了自身的特色 师父教会的事 文秀明白了 霓裳呢 师父对不起 我来吃了 你干什么去了 厨房里的柴没了 我去劈了些 赶紧过去坐着吧 过来吧 你的绣品呢 是 为何你只绣了半副 别人都按时交上来了 为何只有你没有 霓裳 你这朵花 为何绣得歪歪扭扭的呀 天哪 这种东西 可千万不能说 是咱们云锦装绣的 这个是要砸招牌的 是啊 简直不成样子 你们俩别这样 霓裳她没有任何基础 难免会绣成这样 不过这样的手艺 要和年和月 才能赶得上咱们的进度啊 你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娘 这里是教习室 谁是你娘 霓裳她每日又要劈柴 又要挑水 做饭 扫院子 娇花喂鸟铺床 还要为我们大家伙洗衣服 她每日要干的差事太多了 除此之外 金蝉翠玉还经常对她冷愁热讽 她怎么会安心学艺呢 你别胡说 我们没有 我没有 你们口口声声说霓裳没有缴学费 不配在云锦庄学艺 还经常排挤她 这些我都看见了 师傅 金蝉跟翠玉不是那样的人 也许是成天误会了 就你会装好人 我 袁翔你说 他们几个是不是总排挤霓裳 成天说得没错 他们几个的确经常嘲笑霓裳 还只是霓裳干这个干那个 袁翔 你别光为了讨好成天 就乱说话 我没有 我知道 我知道 自从你爹去世以后 家道也败落了 你已经有大半年没有交学费了 对吧 我理解你 要想在云锦庄立足 就必须趁机讨好成天大少爷 但是 你当着这么多弟子的面 是不是 袁翔 你太过分了 好 好了 都给我坐下 看看你们都吵成什么样了 你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师父 我是故意绣得歪歪扭扭的 我在院子 对着一朵盛开的花 正在绣的时候 有一只蝴蝶 恰好停在花瓣上 蝴蝶洞 花朵也随之颤动 别有一番趣味 可惜他停留太过短暂 未能完成 还请师父责罚 原来是这样啊 师父 您别信他 明明就是没绣好 却找这种理由 真是厚脸的心 绣品没有绣完 不管是何种缘由 都不能让你痛苦 不过 你愿意在自然中 去捕捉灵感 这份心思很难得 继续努力吧 谢谢师父 你别哭了 我跟你说你越伤心 他们就越得意 你 你也和他们一样 那样搞我的吗 哪样看你啊 说我是因为家道败露 没银子交学费 再讨好你的 你讨好我了吗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没有 好啦 你既然没有 那你何必在意别人 怎么看你呢 可是我 我确实对你挺好的呀 那是因为我风流倜傥 我人见人爱 花显花开 这不是你的问题啊 这是我的问题 好啦 你别再哭了 本来脸就圆 你这么一哭脸不是更圆吗 你才敢哪 谁敢哪 你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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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钳子下着大包子 我哪儿说错了 别吵着你 大表 你别叫袁湘了 你别叫袁湘了 你叫袁霄了 来来来 对不起啊 没事 袁湘 对不起啊 让你受委屈了 你以后不要再和文秀他们争执了 我好不容易哄好了一个 你又来 文秀总是指示人欺负你 我看不惯 再说了 承天也看不惯 对 看不惯 是我接触差学得慢 让人瞧不起也是正常的 你已经很努力了 在我看来 你比他们谁都强 承天 你以后千万别这么说了 你越这么说 他们会越厌恶我 就像袁湘 你今日 让她和文秀当面对峙 才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羞辱她 承天 你以后可千万别这么说了 这么听来 好像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要指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以后说话做事 可以婉转一点 对 你说得对 都听你的 这也太丑了吧 就是 怎么这么丑啊 做什么呀 你们先回去吧 我去拿个东西 一会儿见 好 霓裳 既然师父都夸了你心思巧妙 那必然有我们大家的学习之处 不如将这半幅作品挂起来 供大家品鉴 有何 看看这幅西式佳作 该挂在哪儿好呢 挂这儿怎么样 头上挂最中间的 等等等等 这儿 等等等等 那头上呢 干什么呀 霓裳 姐妹们只是开开玩笑 你生什么气呢 玩笑开玩了 我可以走了吗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大家 也是为了帮助你进步啊 那真是多谢了 这丫头好嚣张啊 竟敢不服管教 就是 她以为她是谁呢 你怎么又跑到厨房里来了 我仗老师做不平 怕我娘训我 索性躲起来再说 梅姨 您说咱们月初送来的生批布 退掉了十三批 又还回来十批 是该列入总库存呀 还是算入损耗呀 你是账官 倒来问我 我去问谁去呀 谁叫你念书的时候 上树去掏鸟蛋了 账做不平整 看你娘怎么收拾你 那是她写的不平整 这可怪不得我啊 明明是你学艺不精 让你管账 总是管得乱七八糟 上次 你还把出库写成了入库 害得我们 差点都赔了银子 那次是记错了吗 程天 借我看看成吗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都是树啊 拿着看 我带我看estre 无垠遮遍 花开陈雪 此身忘不断是离别 愿长情泪笑一感 无邪与你再相见 要望多少星光 穿多少风扛 才能一生滚烫 要借几份无窗 随多少愿望 再留住山坊 只愿此生不负所爱 哪怕烟花中离散 长夜漫漫 我无悔无憾 还需要多少勇敢 多少你认为 爱只愿此生不负忍忍 不负你的流亡 我一阵 到烟雨又末末的千万 可陪我情绪尽端 可陪我等天再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